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跑步卡丁是时候咱们来玩一下威豪这个车啊 那么这个车在释放水蚊子的时候会高概率获得导弹 导弹的话可以瞄准两名对手 然后导弹如果命中的话会高概率获得金币弹器 金币弹器在使用的时候呢会撒这个金币 所以说这个车还挺有意思 开局咱们吃到一个水蚊子 好 释放这个水蚊子没有获得导弹啊 但是没关系啊 咱们被打了啊 被导弹打了 然后去场前面这个道具 吃到一个金币弹器 那么金币弹器在释放的时候 他会放这个金币啊 所以说的话蛮有意思 这个金币的话就是吃到的话就是 可以增加我们这个游戏中的金币 然后这边我们释放水蚊子获得一颗导弹啊 然后现在陈老师我暂时是第一啊 但这个第一呢感觉不保啊 然后的话先守住 这个导弹的话可以瞄准两个对手 然后再瞄大家看到吗 瞄准两个对手 然后命中的话会有高概率 获得这个金币弹器 然后直接加加上去 再释放水蚊子啊 再发射这个导弹啊 所以说这个车的话 获得道具的动画还是源源不绝的啊 所以这个车的进攻能力还行啊 然后后来居上的能力其实也挺长的 这波你看我又低了对不对 但是呢吃到一颗闪电 这波的话呢有个小失误啊 但是没关系 哎你不要撞我这个星星车特别的烦啊 星星车特别烦 陈老师赶紧的话再去吃到一颗颗水炸弹 然后这个水炸弹认识去 但是我这边又是被水蚊子打了没有办法 水炸弹倒是命中成功了 还可以 这波又有一个第一名水蚊子在放出去 那么现在我的话是第五名啊 现在一下子落后了 好这波的话是最后一圈 但是这个没有吃到道具啊 又是被撞了一下 这波又是吃了一颗闪电 看一下啊 因为个人道具赛偶然性非常大 如果没把都要拿第一架MVP 这个明显就不限制 这边陈老师躲一下这个香蕉皮啊 因为躲这个奇怪香蕉皮 所以说害我没有踩上这个 那个加速云啊 所以非常可惜 但是没关系 我手里还有个磁铁 这波的话又是第五名 看一下这个道具是什么 又是一个磁铁 咱们赶紧先用一个磁点吸上去 这波很关键 再吃到一个水蚊子 但是水蚊子又吃到一颗导弹 然后磁点没吸到 但差一点点 哎呀 如果我这波先用磁铁的话 说不定可能啊 可能能拿第一 但是前面也有一个路障 所以不好说啊 但是也是非常可惜啊 非常可惜 但是怎么说呢 第二名的话 个人道具赛还是不错的 因为个人道具赛的偶然性非常大 而且第一名这个新兴车 确实是恶心啊 啊 没有拿到MVP 但也没关系 那这辆车的这个性能的话 完全体现出来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